《念佛玄通章》 《灵验经》上 屠实一开口就说 我与五十二同论 同论就是知同道陷 我们都是收这个法门 念佛法门 五十二是指的十信慧菩萨 十诸菩萨 十幸菩萨 十回香菩萨 十地菩萨 等觉菩萨 妙觉菩萨 五十二位 全包括了 可以说从初佛心一直到成佛 妙觉就成佛了 从初佛心一直到成佛 他用什么方法收呢? 一句阿弥陀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不需要借其他任何方法来帮助 就简简简单单 四个字 从初佛心一直到成佛 这些经典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开着眼睛 没有看清楚 那些叫做开眼睛的盲人 眼睛有问题 是 以念佛的方法 菩萨讲得很清楚 刀摄六根 正念相计 八个字 把念佛的方法教给我们 如何刀摄六根 如何刀摄六根呢? 我们就用正念相计 亦能成功 正念相计这个关键 就是正 你有夹杂 就不正 例如 这个念佛的人 日日想求生 西方正土 这个早晚课里 念阿弥陀经 还要加上普门品 又要加上大悲咒 还要加上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大堆 这个叫夹杂 敢不清正 这个不是正念 为什么呢? 夹杂太多了 西方确子 各名妙行菩萨 讲得非常好 不单止 世间化里面 不能夹杂 所有一切大乘经咒 亦不能夹杂 就是教给你 专正 一句弥陀 念到底 现在政府开放 大陆观光旅游 我相信不少人 我们佛门弟子 到大陆去潮过山 看看大陆的佛教 念佛的人应当去看看 蘇州灵岩山寺 印光大师的道场 看看印光大师的官房 现在还保留着 原来的样子 他是老人家 一个小小的念佛堂 念佛堂里面供的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观音细字都没有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背后 他老人家 写了一个字 死 死字 挂在他背后 他就是一卷阿弥陀经 一声阿弥陀佛 尊念 一点都不够杂 这些是祖师给我们的榜样 给我们的样子 这样念佛 自叫老实念佛 这样念佛 是愚实修行 为什么呢 他与真愚相迎 他是看愚异行 不是这样念佛 跟这个愚相违背 你念佛就很难成就 你要懂得 看愚异行 我们看底下这四句 我们看底下这四句 上转无够轮 画佛菩萨日 如须未注辞 开诸众生 于泥花固 这是第一个意思 于一佛土 身不动摇 这是指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一处 一念 一时 第二 遍枉 十方 诸佛 国土 是化身去的 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 一下到这儿 一下到那儿 哪来得及 那些要多少时间 一转快 那边单换一分钟 也不得了 这个时间都是计算不完的 它是化身去的 前面和各位报告了 那个化身神通的能力 不可思议 比那个繁忙经常说的 千百亿化身 这个数字 还要多 不知道要多多少倍 世界无量无变 诸佛如来 无量无边 西方世界的菩萨 每一个人 化身 无量无变 我们要问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 各位要知道 这个能力是本能 体育 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虽然往生的人 是大业 往生 没有这个境界 阿弥陀佛 以无量劫的修行功力 帮助他 加持他 令他得到这个能力 谁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这个能力 偏十方 种种应化 这个种种应化 就好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面 三十二应身 一样 应以什么身得到 应以佛身得到 亦可以现佛身 以为说法 真正不可思议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 八地以上菩萨 相在三枚 以三枚力 身不动本处 亦能骗智十方 供养诸佛 教化众生 黑实二论 八地菩萨 自有这个能力 但是西方世界 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一加持 就一下将你提升到 八地菩萨 这种智慧 德能 实际上 你并没有剩下八地 是法力加持 令你的神通道力智慧 就和八地菩萨一样 八地菩萨能够做得到 你亦能做得到 无构论 论是法论 无构就是无污染 无污染就是清静的意思 佛地功德也 这句是比喻 如来果地上 莊艳功德成就 无杂气烦恼救 不单止是 见思烦恼断了 陈沙烦恼 冒命烦恼都断了 连烦恼的杂气也没有 那就是如来果地 佛为诸菩萨上传此法律 佛 以什么教这些大菩萨呢? 特别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极乐世界的菩萨 阿弥陀佛教导 除阿弥陀佛之外 十方诸佛教导 而他们的老师已经不是菩萨 诸佛遇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 烦恼集气深重 如果真正发心 我这一生当中 一定要求生淨土 你能不能够去呢? 决定能去 牛翼大使在要解里面和我们说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至幼无 如果你有真信 有真远 你就决定往生 以四土九品 品位的高下 是决定在念佛功夫的浅心 念佛功夫的浅心 往生的品位就高 念佛功夫浅 往生的品位就低 什么叫功夫深淺? 功夫深淺 是论断烦恼 你的佛号 能将烦恼复注 有功夫 一面念佛 一面打妄想 你没有功夫 你的功夫不得零 最低限度的功夫 又能将烦恼复注 什么叫烦恼呢? 喜怒哀乐 爱护欲 我们中国人说七情五欲 心里面动这个念头 动贪亲痴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动 那么阿弥陀佛 将这个念头押下去 古人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念头终归是有的 没有念头 那你已经成佛了 你就不是凡夫 凡人哪有没有妄念 你的妄念不怕 要觉得快 什么说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要走出来 走得快 阿弥陀佛一出来 还望念压着 这些叫功夫 所以不是念佛多少 偶尔大师没有说 品位高下 决定在念佛多少 没有说 功夫浅深 佛号念得不多 念得很少 但是他真的把烦恼押住 功夫好 佛号念得多 一天念十万声 烦恼押不住 那些是古人说的 闲破喉咙也恍然 功夫不得利 一定要将这句佛号 将烦恼押住 压住 久而久之 烦恼自焉 就断了 功夫又升级 念佛三回又升级 那你往生西方既落世界 那些是inary 分会有提升 道理在这里 所以你要尊念 要真是念佛德 只能够压得住 要真正求往生 这个世缘 我们只能够放下 心里头自然会厌着 命運離揚,五玉六塵,這些是假的 這是輪迴的業因,六道輪迴的因緣 不再做這些了,輪迴是沒了沒完 不再搞輪迴業了,要認真去念佛 修正業,正業就是專念阿彌陀佛 這個才行 所以諸佛如來,教化這些高級菩薩 已經沒有其他的法門,專門念佛 所以這個念佛法門是諸佛如來,教化發生大事 抱怨菩薩,十大願望,度歸極樂 將這個花壯世界,四十一位發生大事 道勸祂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正統 所以道了最高級的佛法,是甚麼呢? 只有一句阿彌陀佛 最高級的佛法,沒有比這個再高了 這個我們要明了,要清楚 所以你才肯寫 寫甚麼呢? 佛在金貢般若會上所說的 法上應寫,何況非法 法是甚麼呢? 所有一切佛法,通通寫掉 非法是,所有一切世間法 世出世間法,通通寫掉 只留這一句最真實的法,阿彌陀佛 這些是彭曹聖居士所說的 無量劫來,稀有難逢之一日 不容易遇到,不容易聽到 這些是無比真實之法 所以佛為諸菩薩,常鑽此法論 這一句阿彌陀佛是極清淨之句 無比這個更清淨 這個就是無救論 諸大菩薩,亦能以此法論開道一切 無暫時休息,固然常鑽 佛教這些大菩薩,這些大菩薩 輾轉教化眾生 這些大菩薩自己得到利益 得到利益之後 他又會輾轉教化一切眾生 各位要知道 如果不現這個法教化眾生 對不起眾生 眾生雖然如痴 他現在如痴 將來他有明白的一日 到將來明白了,以後再見面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不把這個法門交給我 叫我轉彎抹角 苦修了多少無量大劫 受多少罪 你為什麼不跟我說 現在就跟你說了 跟你說你不接受 沒有說話說 到那個時候見面 那個時候對我說 可惜我沒有相信 走了很多冤枉路 他自己生殘貴心 不會怪你 我們實實在是初學佛法 不識佛 所以這個轉彎抹角 浪費了幾十年的光陰 老師為我們開道 不相信 我親近利老師 利老師就把淨土法門介紹給我 勸我修學 而且勸得很狠切 有一天他老人家跟我說 他說你就轉修了 如果這個法門真的有問題 那就相當一致也無所謂 自古以來幾多人收這個法門 他們都相當 我們上一次當有什麼關係 利老師對我說出這樣的說話 但是我對這個法門接受 相信 修學 不認真 為什麼不認真呢 還有很多大城經典 在那裡誘惑人 我也是被誘惑的 花言發花靈驗 我在台中是專學靈驗的 跟你老師專學靈驗 所以這些大城經典 我都想學 不知道這個法門 我真的搞清楚 真的搞明白了 我是怎麼搞清楚 搞明白的呢 講花炎經的時候才開誤 我講花炎講了17年 從花炎經裡面 從花炎經裡面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這樣才把花炎放下 掉了 專講無量仇經 有很多人奇怪 有很多人奇怪 你怎麼花炎經調 我講花炎經的精華 花炎經的哭嗦 我不要 我要花炎經的精華 這個竟是花炎的精華 所以沒有搞清楚 很不容易捨棄 真的搞清楚了 真的認識課了 當然我要真的不要假的 所以相當不容易 我自感覺到 我非常幸運 為什麼呢 還在這一大堆教理裡面 找出來了 有幾多人 在教理當中一生 都沒有把這個最真實的法找到 這樣才真正可惜 《於泥花》 這個概念裡面說 《於泥花》 這個是比喻 《於泥花》 《在担留泥中》 我們學佛的人 對誓法不貪 過很簡單的生活 世间明文离阳,五欲六尘放下 但是贪心没有放下 为什么呢?贪佛佛 所以想一想,贪心没有去除 换个对象 不但这个,贪那个,还是贪心 贪心一点都没有减少 你说有什么用处?没用 佛是叫我们断贪亲痴,不是换对象 我们往往将换对象变成掌承 我已经断贪亲痴了 其实贪亲痴更具足 换个对象 所以一点都没有用 这就是凡夫在烦恼泥中 为菩萨开道能生佛正觉化 所以菩萨慈悲 菩萨对于众生能观机 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开道众生 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成无常觉 这个是菩萨的使命 这个是菩萨的使命 这些是佛的本愿 是一切诸佛的愿望 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做 这叫报佛恩 这个上报四重恩下祭三屠虎 才真正做到 落实在生活之中 我们将它做到了 如果不这样做 这两句说话 说了也是罪过 为什么呢 欺骗自己 欺骗佛菩萨 每一日念 上报四重恩下祭三屠虎 实在上将佛的恩德忘得干干净净 帮助众生一点都没有做到 这么说这两句不叫打望远吗 每年一片就打一次望远 打望远是罪过 天天在做罪过 还认为自己在修行 还认为自己有功德 那不叫笑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献开讲义第十六面 第十六面 从第一行看起 这个是菩萨四种正修行功德 第二种 二 彼应化身 一切时不前不后 一心一念放大光明 适能遍至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种种方便修行所作 灭除一切众生苦苦 既然无构 庄严光 一念及一时 普照诸佛会 利益诸群生 这些是解释 这一首解释 说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各位一定要知道 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状况 明白这些事实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的 虽然这个 经文 和我们的关系 很密切 在这一段里面 这些是讲到 应化身 前面一段 是讲的 清静发身 经 与论里面 都明白 和我们说 生到西方 终然是 凡胜同居土 下下品往生 到达西方世界 蒙弥陀本愿 威神的加持 所以人人都是 阿维越智菩萨 这些是无量寿经 我们在四十八院里面看到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 都是这样说法 阿维越智菩萨 是七地以上 天亲菩萨 在论里面 直接了当的 为我们说出八地以上 这个果位不是我们自己正得的 因为我们往生 大义往生 烦恼 迷惑 一品都无存 你一下 就得到 八地菩萨的 智慧 神通 道力 都是阿弥陀佛 本愿 加持 所以这个是他力 法门 各位要知道 自古以来 正宗 祖师大德 和我们说的 意力法门 这个意力 就是自力与他力 自力 是我们信愿 辞明 这一生 决定得生正土 他力的加持 只要我们现前 深信 切愿 就得到法力的加持 这个加持的力量 和我们自己的信愿 的确是成正比例 我们的愿力强 加持的力量 亦强 我们的愿力 信愿 薄弱 加持的力量 亦显得弱 那个信愿 怎样强化 这些是我们必须 要知道的 同修 既然选择这个法门 都是希望这一生 能往生 这个真正求往生 要如教修行 这个教就是静土三经 后来祖师大德 将这个行愿品 大世智菩萨原通章 附在三经后面 称为正统五经 我们必须称我们必须依照这些经论的理论方法 境界去修行 那只能相认 在通途法门里面 正如同清亮大师 在化炎经上 在化炎经上跟我们说 这四个阶段 我们必须称 信 要信教 要信礼 要信行 这个行就是修行的方法 要信果 如果预教修行的果报 我们深信 不疑 特别是西方境界 西方境界真的是难信之法 博地凡夫生道西方 居然就是七地八地的境界 这个真的是叫人很不容易相信 但是这个的确是事实 这个生到西方都是阿维越智菩营 《弥陀经》里面说 阿皮拔知 就完正三不退 信了以后要解 解底下也是教你行果 你要了解 了解你就不会怀疑了 不会忧虑 解门非常重要 解了之后要做 要做到 所以这个信解行 你要去实行 怎样去实行 教理行 你要将这个教理行 正 这四个字 统统要做到 正土 五经也好 三经也好 实在说 你三经 古德 称 无量仇经 为正宗第一经 这个我们要重视它 是正宗第一经 三经 我们要仔细去观察 无量仇经 可以称得上是静宗概论 经文虽远不长 细转 将西方极乐世界的缘起 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来的 为我们说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 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政 庄严 圣相 理事 面面 都和我们介绍出来了 后面这两种 《观无量仇佛经》 和《小本阿弥陀经》 可以说得上是《无量仇经》的补充 《观经》 详细为我们说出 正宗的理论 修行的方法 特别是《三贝九品》 这个十六观法 这些方法 在《无量仇经》里面 只有《量品经》 这个《三贝九品》 所以《观经》里面的十六观 和《九品》 确实是《这一品经》的详细说明 更重要的是 《观经》为我们说出 《九品因果》 这是我们修正宗 不可以不知道的 修恩正果 以《小本阿弥陀经》 是佛的彻底悲心 是一二在 再而三 三而四的圈面 而我们要求生淨土 四番的劝告 在其他法门里面 我们还没见过 真正是彻底悲心 所以这个《三经》是一二三 三二一 大本《无量仇经》 之所以 《无小本阿弥陀经》 这么盛行 梅江熙老居士 在《回习本》的罪文里面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些就是古时候 经本不容易得到 《无量仇经》 是一切《经》里面翻译最多 从《侯瀚》 一直到宋朝 这八百年间 总共十二次的翻译 现在《大藏经》里面 传下来的 只有五种 七种 失存 所以在当时 一个人想将这些 《亦本》全部都看到 几乎是不可能 以宋朝的黄龙书居士 这是我们正宗的一位大德 他做了一个会集本 叫《大阿弥陀经》 实际上 他只看到四种本字 唐朝 《大宝迹经》 《无量仇惠》 这一种 他就没有见到 由此可知 那个时候 能够各种版本都见到 不容易 根据《五亿本》 古人得到一个结论 认为这五种亿本里面 差别很大 决定不是一种愿意本 不是一种原本 至少根据 现在这个五种本子推测 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原本 证明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无量仇惠》是多次宣讲 不是讲一次 讲一次就是一个凡文本 不管多少人回来 总是大同小异 不会出入很大的 那个出入很大 必定是不同的本子 证明佛是多次宣说 这个讲法很值得我们相信 于是我们明白 这一部经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非常重要 佛为什么讲很多片呢? 这一切经 释迦牟尼佛一生只讲一片 没有讲过第二片 唯独这个经是多次宣讲 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所以 经典传到中国 《无量仇经》最先来 当时奴身怨公大师 建连社 这个是静土中第一个道场 我们专称它为静宗初祖 当年 只有《无量仇经》 因为《观经》和《阿弥陀经》 没有回出来 还没回出来 所以最初的连社 受静宗 就是依靠《无量仇经》 所以《无量仇经》称为第一经 这些都不为过 我们一定要依照这个经典的 理论、方法、境界去修行 这样才能够得真实的受用 经常明白的和我们说 而现在这个《无量仇经》 总共有九种不同的本子 九种本子 我们现在全部印出来了 我们将它印在一冊里面 大家看起来就很方便了 九种本子细心的去比较 我确确确实实 这个夏年居老居士的会集本 非常熟成 从前李老师 好像是民国三十九年 在台中发花指 我刚才说过一次 就是采取这个会集本 他老人家有很详细的微珠 我们将它印出来了 现在流通得非常浙广 我们弘扬正宗 就采取这个会集本 经常和我们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果部之殊胜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菩萨的应化身 这个是前面和各位说过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菩萨 西方世界不单止没有六道 亦没有十法界 那个地方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的一真法界 怎知道呢 花盐经常说的 花盐经常说的 花藏世界是一真法界 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 文树普言 是花藏世界的两位上手菩萨 是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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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左右手 就是文树普言 而文树普言在花藏会上 为我们显示了一个很不平常的例子 那些就是十大愿王 度归极乐 对象是花藏世界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他们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世界 一真法界里面的一真 第一真实 所以经上说的三种真实 真实之制 住真实为 真实利益 说了三个真实 我们如果说是深入花言 无不归心正土 死心塌地归心正土 所以淨土菩萨 个个人都有应化身 好像我们这个大业往生 纵然是凡性同居土 下下品往生 我们的受用 我们的神通道力 几乎亦同白地菩萨 平等 这个前面说过 不是自己修得的 是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 佛有这个愿 如果我们到那里去 得不到这种受用 那佛就不成佛了 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结了 他每一愿都兑现了 所以这些是我们决定不能够怀疑的 此地说的 比应化身 比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特别跟大家声明 我们是女头的一份子 我们在其中 一切是不前不后 一心一念 这句说话就是说的 随时 这个一切是随时 什么时候想到十方世界去供佛文法 这个应化身就去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 一处一念一时 就能够偏供十方一切诸佛而来 供养的 供佛当然要文佛说法 供佛是修福 文法是修为 福为相修 时时刻刻供养一切诸佛如来 他那个福为修的就快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经常事上说 修成佛道要三大亚增其劫 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我仔细和他算罪一旋 但他成佛 不会超过三劫 你想 三大亚增其劫 和三劫不能比 那你要问我 我怎样计出来的 这个我不告诉你 哈哈 总理不开经典 你仔细去读读经 应该能够计得出来的 不超过三劫 真正不可思议 这些是说西方成就之快 快的因素 就是因为他们不但见佛 见一切佛 闻一切佛说法 这个愿太是盛 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能违离 比不上 这些是我们一定要珍惜的 放大光明 適能遍至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前面一段讲共佛 文法 福为相秀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讲智利尼他 来这个应化 新道十方世界 去教化有缘的众生 这一点 各位同秀 无论在家出家 不管你学不学广经 从前李老师时尚 祝负我们 我们跟他学广经 你要发心学广经 先要跟众生结缘 如果不跟众生结缘 你讲经没有人听 没有法缘 我们那个时候同学 现在在这里坐的是我的老同学 那个是我们一班同学当中 林汉志的法缘最好 刚刚学讲经 他到各处讲经 听众最多 为什么呢 你肯结缘 所以这个结法缘 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法缘 好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供佛文法 其他的人都到十方 去应化教化众生 你没有地方去 为什么呢 跟众生没有缘 所以这个结缘很重要 要广结善缘 现在有不少 这个老法师 连海外的老法师 都知道我的法缘很好 还有老法师问我 他说正空法师 你的法缘这么好 能不能够教教我呢 实际没有其他的 就是结缘 我这个结缘的方法 跟人光法师学的 印祖学的 印祖一生 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衣食住行非常樸素 他老人家的信徒多 供养多 对他来说 没有用存 一件衣服 几十年都穿不坏 不必要做新衣服 除此之外 他还有什么地方用钱 他将那些供养 扮成横化社 横化社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佛经流通处 印经流通结缘 这个方法好 只有福德 没有罪过 所以我想来想去 这个十方共阳 只有这种用法好 不会有过失 所以我就印经 现在一年要印几百万柴经 这个到处都结缘 完结的好广 所以法缘就升了 你如果不和大众结缘 那哪来的法缘呢 所以一定要知道结缘 台湾现在印经很便宜 早年 我们印的这个经本 我最初在文国六十年 讲花严经的时候 我印这个小本的花严经 一套十二册 一套十二册 一册两冲钱 一套花严经 二十四冲钱 不过那个时候的钱 比现在值钱 现在我们印的无量寿经 大概一本不超过二十元 所以我们想想 我用二十价钱 如果二十价钱 能省下来 这个世间又多了一本无量寿经 能够时常这样想 想到流通佛法利益众生 你的法缘就广了 这个是佛法里面时常说 佛不到无缘之人 你一定要和众生结法缘 西方世界这些菩萨法源都非常殊性 他能够到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种种方便 修行所助 灭除一切众生苦苦 这些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到十方世界去 就如观世因菩萨一模一样 好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 三十二认身 应以什么身得道 菩萨就现什么身 应以佛身得道者 即现佛身二为说法 他能够示现八相成道 就是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下下品王生都会以佛的身份 来教化众生 这个很不可思议 在一般大乘法里面来说 要能够现佛身为众生说法的最低限度 原教是初驻菩萨 别教是初地 也就是说 最低的条件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发身 才有资格 没有破无名正发身 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今天 不要说是无名无破 见思烦恼 一品亦无破 居然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 阿罗汉的之法 权教菩萨听到 都摇头 我不相信 他不相信是应该的 这个就是不孝夫逻辑 这是一般人想不通的 事实真相 就是佛的本愿加持 你看四十八愿就知道 本愿加持 所以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罗 这个意思就是解释 己仲里面 无构庄严光 你一手 无构就是清静 就是污染 我们今天所说的 心底的污染 心理污染 精神污染 说的是这些 法法里面说 就是见思烦恼的污染 陈沙烦恼的污染 慕命烦恼的污染 要多无构就是污染 这个庄严自声 智慧光明 显露出来 不单止破几品无名 八地菩萨 这四十一品无名 已经破了三十多品 你看 八地、九地、十地等各 只剩四品无名 四十一品无名 只剩下四品 称得上无构庄严光 这样的菩萨 还有什么说话 前面说过 初驻菩萨 破一品无名 就有这个能力 何况这些是高位的大菩萨 所以他们一念及一事 一念就是说痛事 痛事可以能够以无量无边的应化身 就好像世尊在凡网经上所说的 千百亿化身 释迦茂尼佛 西方世界我们看不止千百亿 千百亿是个小数字 因为世界无量无边 诸佛无量无边 众生更是无量无边 极乐菩萨有能力 一时一念一处 都能够分身到达 普照诸佛会 利益诸群生 这一段说的重点是利益诸群生 再看底下这一段 比于一齐世界 慕于照诸佛会大众 慕于广大慕量 共养 恭敬 赞叹 诸佛 如意来共得 这个境界都是说一切世界 不是一个世界 两个世界 十个世界 百世界 千世界 这些是我们在大乘经上 事上 佛赞叹 诸大菩萨 他们的能力 但是总没有说到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就是尽虚空骗法界 一切诸佛拆土 一个都不留 这才叫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通通到达 所以 菩萨这个论上用 慕于照 慕于就是普遍 没有一个遗留 而这个智慧光明 遍照诸佛会大众 当然不能照佛 佛是老师 佛会大众是菩萨 从这个地方就显示 极乐的菩萨 比起诸佛海会的菩萨 高一等 这个高法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地位 都比你高一等 如果你是十住位 我比你高一等 好像是十行位 如果你是十行位 我好像是十回向位 反正是遇到总高一等 这个高也不是自分的功德 不是自己本分的功德 是弥陀威神加持的 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可以体会得到 因为弥陀弟子 不单只蒙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 同时是时刻刻 永无中断 蒙一切诸佛欲来的加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他能够超越诸佛海会的菩萨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不知道西方世界的庄严 市场听到庄严 究竟庄严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庄严到怎么样也不知道 所以你的愿心不切 信心亦不真 真信切愿 是我们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愿力坚固 非去不可 去得成去不成 决定去得成 牛义大使在要解里面 将往生的条件 说得多清楚 多明白 我们的信愿解行 那些就是与佛愿相迎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底下这一句说得更好 无如广大 无量 共养 恭敬赞叹 诸佛愉来功德 前面 这个无如照 是对海汇大众 共养 恭敬赞叹 是对诸佛愉来 我们回向脾里头 是上念 尚报四重恩 唯有这样 恭敬、共养、赞叹 只能报佛恩 愚万恩 这两句是说 我们建佛 总要带一些礼物去供养 这个礼物 都是自然的 随心 变化出来的 赞诸佛功德 没有分别心 没有分别心 就是普现行 诸大菩萨 这个修行 为什么比不上普现菩萨呢 诸大菩萨还有分别心 普现菩萨没有分别心 所以普现菩萨和我们无量仇经的经题 完全相认 清淨、平等、国 各位要知道 无量仇经到中国来 第一次翻译的汉朝译本 汉朝译本的经题 就叫清淨、平等国经 清淨、平等国 就是普现行 修礼敬 就是十大愿望 第一条 礼敬诸佛 修赞叹 那些就是第二条 第二大愿 清赞如来 一有分别心 就不是普现行 你的心不清淨、不平等 那个不是普现菩萨 普现菩萨的特色 就是心地清淨、平等 各而不迷 所以这个地方 有供养、有恭敬、有赞叹 供养里面 特别是法供养 法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是余教修行 供养 这个普元行园里面 和我们讲的 这个 广修供养 一切 供养当中 法供养为罪 法供养 菩萨 又举了七个 条目 第一条 就是 依教修行 供养 所以我们能够 真正 依教修行 只是 供养 诸佛 如来 因为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念佛求生淨土 所以念佛求生淨土是一切诸佛的愿望 不单止是弥陀本源 一切诸佛的本源 随这个法门 你只要认真修学 你立刻就得到一切诸佛的保佑 一切诸佛遇来的加持 随这个功德利益 无比的殊成 下面这一段再和我们解释无比 什么叫无比 就是前面所说的 无比照 无比广大 无比者 命骗至一切世界 命是说明 骗是普遍 一个世界都不漏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生活的空间就大了 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空间 好可怜啊 太渺小了 纵然有机缘 我们时尚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地球 纵然好像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 声闻、圆角、菩萨 他们有神通 也没有办法超越梭婆世界 梭婆世界是大千世界 要以这个黄廉祖老居士的说法 我们这个银河系 是一个单位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 有100亿个单位世界 是一百亿个银河系 一百亿个银河系 一百亿个银河系 梭婆世界世界的菩萨活动的空间 是一百亿个银河系 这是一佛土 一切佛土 无量无边 哪能能给得上极乐菩萨 所以极乐菩萨生活的空间太大太大了 真的是尽虚空片发界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 哪有不向往极乐世界 我们要拓展我们生活的空间 令我们自己更幸福 更快乐 更自在 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不到极乐世界 你的幸福快乐自在 总是有局限的 总是有范围的 范围并不是很大 100亿个银河也不算很大